中国好声音乐剧特别迹 导师团队切磋如火如荼 跨界导师经典碰撞 心怀奔勇 听着一个表演模式 它可能会有些不适应 新颖的东西跟传统的东西相结合 真的是相得益彰 专业导师两强相遇 创意无穷 三个小声 三个流汉 怎么来组合 这确实是好导师的 它又用了一个大提琴 拉五声 我觉得很高兴 不管它怎么表达 它还是没有托领好声音的三个字 现在是你们的拉票时间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今天二十一点十分 中国好声音乐剧特别迹 邀您共赏 月韵流芳 梦里桃源 不负江南 本节没有盛州乐剧小镇 特别赞助 怕油烟就用森哥集成造 本节没有森哥集成造 赞助播出 中国好声音乐剧特别迹 第二轮导师团队切磋 上周开启 首场跨界导师陶辉明团队 对决 郑云龙团队 经典碰撞 情怀奔勇 导师出马 创意无穷 你始终心中有一个光明在那儿 因为你们这些观众 在支撑着我 引领着我 一直走下去 谢谢你 请不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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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 我觉得他特别地勇敢 就是从哪里跌倒 从哪里爬起 所以我觉得这个十回信心 对他今后的成长的这个过程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现在让我们来迎接 乐剧主题秀切磋的第一个结果 在这一轮获胜的是 郑云龙团队 恭喜 祝贺你们获得了 中国好声音 乐剧特别记 乐剧之心的称号 我想要我们的乐剧 我所爱的乐剧 能芳芽光大 能走得更好 走得更远 我能站在这儿 能受到那么多老师的帮助 其实我已经圆梦了 我们也好 职业组学员对决 陶惠敏以早期影视代表作 《洋乃舞与小白菜》为蓝本 为学员创牌重举一折 勾起众人满满回忆 郑云龙另辟蹊径 原创乐歌 敬谢国风古典美 在我的手中 是这一轮各位的点赞结果 首先公布 陶惠敏老师团队 大众评审点赞数 111个 媒体及专业评审点赞数 60个 总点赞数 171个赞 祝贺你们 郑云龙老师团队 大众评审点赞数 84个 媒体及专业评审点赞数 140个 总点赞数 224个赞 东河两边的得分 这一轮恭喜 郑云龙老师团队获胜 祝贺四十有佳人 同时我们也恭喜你们获得了中国好生人乐剧特别记乐剧之心的称号 根据规则很遗憾 我们不得不宣布 今年中国好生人乐剧特别记的旅行 对各位来讲就结束了 没事 因为他们都很年轻 其实你们挺棒的 要有信心啊 要有信心 虽然你们的好生人旅行到这里结束了 但是你们凭借自己出色的表演和唱腔 得到了本季好生音乐剧特别记得 乐运之心的称号 再次谢谢各位的精彩表演 冰队出奇 郑云龙跨界创牌 连胜两局 接下来最后一局 他还会出哪些奇招 不惧挑战 陶慧明继续拉满乐剧情怀 后援团强势助力 他将放出什么大招 陶慧明团队 郑云龙团队 切磋最后一局 明罗开始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来到2022中国好声音乐剧特别记得 欢迎我们的四位老师 今天我们将首先看到 是两位跨界导师团队的最后一局 本轮率先出场的张慧是我们陶老师团队 他们带来的剧目是 梁山博与注音台中的 为十八一折 可能也是第一次做这个导师们 也没有太多的经验 我拍下来就是小声太多了 三个小声一个花旦 还有一个演员就是他什么都能演 那么等于五个演员 我必须都把它用起来 就排了一个另外的一个秀 叫回十八 三个梁山博 在台上演回十八 哪怕是片段什么的 我们都压力很大 我是第一次唱影派 就是从来没有学过 也没有尝试过 压力山大的 这是音乐 对呀 要掐音乐点走 这个音乐 跟我们之前演出的音乐不太一样 音乐也是这两天才做好的 要去熟悉它 而且我们这个组里面 不是还有一个温乐的 我们要大家一起配合起来 也不说一个人你去练就可以了 那我以前学的 在学校期间学的回十八 大致的方向套路是一样 但是细节上总是有很多出入 我就要去以他们的为准 对着去改这个动作 就觉得还要记好多好多的细节 很担心自己做不好 说不好 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表演好 我相信我们可以的 演员就位 演出开始 在《非诚勿者》中文字幕下席 在《非诚勿者》中文字幕下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們在哪裡啊 他們在哪裡 他們在哪裡 是嗎 好是歡樂 你快快快 這總約有素心了啦 怎麼啦 哦 恰不累心 四四月兵 催我跪去 四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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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四教會 四 一夢一時母 好快啊 好快啊 好快 這哪 一遍 一遍 兩三百 風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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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胆 永迟世心安 人的故事都心虚 三百余得也遇见 死我愿意 愿意煮他命 三百余得也遇见 两三百余得也遇见 一分目 赢得 三百余得也遇见 五一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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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余得也遇见 三百余得也遇见 四五 你们送给人的送到哪里啊 送到什么里藏坪啊 那你们来找一找 人的究竟是暖 万是女啊 暖的 是暖的 当然是我的 因得 四个女的 因得四个女的 是啊 因得四个女的 一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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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片寺 一片香 我与他 同作共多心一片茶 一片寺 一片寻 冬草起味 成年里 一片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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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作共多心一片寺 一片寺 一片寺 同藏起味 成年里 一片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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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他 同作共多心一片寺 一片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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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做英亭 英亭你这故美亚 做得定位 向着启车苗转车 欢欢喜喜藏起来啊 一的将我花椒早去的 本地就多了 胸脏小胃啊 啊啊啊啊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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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新是酒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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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梧蘭 采泚�んだ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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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五位的精彩表演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来自 绍兴小百花助演的 各位演员们 谢谢你们 谢谢各位 辛苦了 这就有意思了 三位梁山博 好 老师 您给我们说说您的会心独具吧 因为他们是一个徐派 范派 一个影派 这个几个流派的老师 都演过梁柱 其实每个人都有多面性 当然 那么我们就让三个流派 就表达山博的每一个层面 我觉得今天做得还是不错的 真的非常好 而且每个人就是把自己的最佳的状态拿出来了 我觉得真的不错 谢谢 这个确实很巧思 有三位帅哥在你的战队 四位美女在大龙的战队 怎么来组合 这确实是考导师的 我也演过梁山博 梁山博这个角色 最有影响力的是范派 但是我是公影派的 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今天我听到这个范派 影派 徐派 你们三位各有特色 那比方说范派就是比较宽厚 比较适合演那些比较敦厚的角色 然后音质上面 音域方面的比较宽阔 影派的擅长一唱三叹 那种眷勇的 非常内敛的那种表达 我也能从刚才几句里头 我能感受出来 然后徐派 徐派那就是高亢 华彩 洒脱 所以每一个不同的流派 它会改变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的不同的一个个性 就像刚才慧敏老师说的某一点 就是可能这里憨厚的那一点 这里比较温润的那一点 钟情的那一点 这个梁山博喜悦地 要冲向朱英台家里的 那个时候的那个 亢奋的那个情绪 所以我觉得都展现得非常好 谢谢你们 我觉得从这么短短的十几分钟里面 能够把三个流派 应该说是四个流派 结合在一个梁柱的浓缩板当中 可以想象这个动了很多的脑子 而且能够把那么一个师母 在独立地有一块 这么做一个串联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巧妙 而且三位梁山博的三个流派的组合 它在每一句的唱腔当中 都是有独特的自己的唱法 有的地方还可以有重唱的形式 蛮有味道的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回十八 也看到了不一样的注音台 跟也看到了不一样的师母 师母也有俏皮的诗后 对吧 非常好 谢谢方老师 这个的非常好背后 就是刚才陶老师给我们介绍的 还是需要极大的巧思 赵燕老师 您给我们说说 今天真的非常非常出色 很亮丽 就是为什么我梁山博呢 把它扮成这个装扮 我觉得让它先气一点 让它从那个追求美好的爱情当中 把它那个放飞出来 所以在舞台上一定要活跃 胡福华老师 我们一起创作 把这个片段编得灵动一些 谢谢你们 谢谢您 少远老师 听得出外 少远老师的骄傲 已经易于言表了 说到音乐 我们其实想请教我们的国梁老师 梁座这个乐剧呢 它就是音乐好 全是好都没有办法 大家都喜欢 南方的北方的都喜欢 所以我的恩师 何尚好老师 他创作了这个 小提琴小追求梁座 万事有太阳的地方 就有中国人 万事有中国人的地方 就有小提琴小追求梁座 说明这个 小提琴小追求梁座 它的威望 它的威力 小提琴小追求梁座 在接着我们的乐觉的音乐上面创作 那么现在呢 反过来呢 我们要去把它的一种创作方法 移到我们现在的这个乐觉创作中来 像我们毛老师的新梁座里面 也有这个旋律 实际上把我们的乐觉音乐传扬出去 那我们还可以学习 实际上的这种东西 谢谢 谢谢 梁座恐怕是大家对乐觉最熟悉的选担之一了 对于从小就学艺的他们来讲 恐怕这种创新可是不容易的 分别都跟我们说说好吗 今天要在舞台上挑战这个影派 特别是在毛老师的面前 我真的是很紧张 我很担心 那希望做得不好的地方 请各位老师 观众 队友都多多包涵 谢谢你们的鼓励 我觉得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导师 还有我身后的邵燕老师 吴风华老师 还有作曲老师 佩琪老师 我觉得排练的这段时间是非常的弥足珍贵的 我要谢谢老师 谢谢我们的朋友们 谢谢 祝贺你们 谢谢 其实我在刚才上台之前 我真的很紧张 我是温州市乐剧院的 这一次可以说是我从议校毕业以来 十几年第一次踏出温州市 到外面去学习 而且学的老师对象 都是我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老师 吴风华老师 然后还分到陶卫门老师 邵燕老师 这么高级的老师在我前面 然后教我 我很珍惜这个机会 而且我们的队友太给力了 我不当收获了艺术 我还收获了一对好朋友 好闺蜜 他们对我特别好 真的 以后你们要是来温州 我肯定四倍 奉还你们 比你们更好 真的 我很多很多激动 我都不知道该说啥 这个就是温州人的霸气 真的说不上来 这是什么感觉 反正这种感觉就是 自己就长见识了 然后也学到了 同时我这里又很害怕 扯你们的后腿 我真的很慌 我要记得东西太多太多了 谢谢大家 你已经很努力了 我们看出你的努力了 而且也看到你们这个伙伴 就互相的那个帮助 就特别好 真的真的 你们来温州 我肯定四倍 又来了 还有哲有铃的 为什么是四倍 因为他们四个人对我 这么好 不单是这么好 对对 就是我还是比较享受 这次比赛的 为了我们在台上 能够有比较好的呈现 真的是 基本上在两三点 就是情力就炸了 就是一直老是在讨论 就是这个音乐怎么样呀 一直在修改 就是真的非常感动 非常感谢老师们 你们真的辛苦了 谢谢你们 谢谢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 三博很帅 英台很美 我这个老年人 在这个族里很自豪 我觉得我自己赞光了 师母也很可爱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谢谢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 送给五位吧 好吗 谢谢他们 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 精彩表演 各位可以先回到 贝战士学习了 谢谢 郝慧明老师的团队 已经送上了这一段 精彩的折执戏 接下来 欢迎他们切磋的对手 郑云龙团队的 张扬凯南和张三伟 带来的是一个 全新的原创作品 叫做 《非是我把你看不起》 《非是我把你看不起》 是特别有意思的 一个组合 我就想做一个 我就想做一个所谓的配角和一个绝对主角的一个冲突 做成一个脱口秀的一个舞台的那种事情 就是他俩就表演这么一个节目 这就开始了 大龙老师呢 他就是在编排方面很有他自己的想法 我就觉得我选对了 我这个能不能有个开头有个眼神啊 我在我他叫我唱几张给大家听 哎哎 西夫那我唱 这挺好啊 对 对 就是这个这个他肯定不会干 就是怕他干 对 甜美啊 是的 是的 现在就是松散了 这个你这个整个旋律我都觉得它有点奇怪一些 对 然后这个也不要了 直接直接进这个 他两个要求越唱越快 越唱越快 那种那种感觉上去可能会好一点 我比较慢热 然后很多问题聚集在一起 我就可能我的脑容量比较小 一下子消化不掉 心里没有底嘛 凯南的问题挺严重 第一是给他们一些新的元素进去 可能在表演上会有一些陌生感 会有一些放不开 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这样 一到舞台上马上人立起来 平起来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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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么子冷 不要子冷着 手你看放松一点 这个地方呢 再往外放 我到时候好找机位抓你 过分了 张阳坎南视线 不要老看地 好 张阳坎南接受一个新的一个表演模式 他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 也有一些顾虑 今天下午 其实这个节目的排练不省心 这个我也觉得挺棘手的 因为明天就要正式录制了 演员就位 演员就位 表演开始 各位导师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张阳坎南 非常高兴 也非常荣幸 可以参加中国好声音 乐局特别技 脱口秀特别篇 这一篇 言归正传啊 咱们这个乐剧啊 一直吧 都是以这个才子佳人戏文明响耳 你们大家也应该看得出来吧 我就是那个才子 那老话说得好啊 窈窕淑女 君子好球 那我那滴滴 亲亲的好积极 谁哪里 我那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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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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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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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啊 啊 不是 大姐 你走出片场了吗 你哪位呀 我 我是本轮跟你搭戏的演员呢 不 你是个彩蛋吧 是啊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 彩蛋 彩蛋 你跟我 彩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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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蛋怎么了 你看不起彩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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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是我把你看不清 你实在实在太没心 才自家人的语句 才单真的好无趣 啊 啊 啊 就算是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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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有什麽调何惧 很极端让大伙儿听 大伙儿听 叫上新路 母啊给牛 新果牛 哎呀宝贝 不是 你这不和刚才一模一样吗 一样 怎麽啦 阿林是我个世心哟 世夫妥娘都是我个世辈妞 世心世辈都是妞 那他不沙飞的那两个女 你唱来唱去这几句 还说自己多游戏 才自家人的约居 少了你可太开心 才自家人的约居 少了你可太开心 少了你可太开心 谢谢啊 月色永永亦 花云几几层 似乎领好怕 不及时从此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凌鲁森 念祖森 此语 信仰之谷 小文珊 不是 全场观众 走起来 DJ Jack V 你还真听她的呀 不 可以 小文珊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 数落姐姐也不看看自己的笔信 少在那花钱月下 说不错样子做生情 瞒了天瞒了地 瞒不过我站过最后护衣 我要是用藏碗大气不干涉 让你取宝钗 你就傻心里欢 过分了过分了啊 我分 欠人就靠一张嘴 今天还想套路谁 戏里怎么长 我就怎么演 说的好像我的剧本都是我带行 我不演了 小彩蛋 非是我把你看不起 你先消气相机 才自家人的乐剧 乘上起下眼不尽 总会有星星 也会有九星 好坏对错人认定 总会有心事 也会有九星 也会有九星 好坏对错人认定 是非黑白再任性 是非黑白再任性 总会有心调 也会有九星 也会有九星 我们该天再唱给大家听 大家听 谢谢 谢谢张凯南和张三伟 这又是一个极创新的表演 咱们还是一样 请导师先和我们说说吧 就这个 光顾自己开心去了 真的是想了很久很久 怎么能把一个 小声和一个彩蛋放在一起 彩蛋是不是一个 比较特殊的一个行当 在乐剧里 那我这次就想用一个 小的故事情节 去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庞档 那同时 张凯南 是一个很有才华 很有想法的乐剧演员 他自己很喜欢音乐 很喜欢流行音乐 他喜欢唱流行音乐 他喜欢创作流行音乐 今天他的那两段 乐剧的唱到的编曲 是他自己编的 他很有才华 很有想法 同时 这个小小蛋也是很喜欢唱流行歌 那天那个小小鸟 我到现在一直都记着 所以我要把这些元素 都综合起来 把它融到我的一个 小作品里 同时我用了一个脱口秀的形式 脱口秀又是现在比较热门的 一个类型 那这次我用了大量的一个形式感 去做这么一个演出 我也希望更多的电视机前的 或者说网络上的观众们能认识乐剧 能知道乐剧 能觉得乐剧很有意思 也知道乐剧的行当 知道男小生 知道彩蛋 也同时让年轻的乐剧演员们 更丰富更多元化的展示他们自己的才华 所以这是我做这个节目的初衷 我注意到毛老师看完是很高兴的 是吗 我很开心 我觉得它本身就是接近了一个戏剧的一个本质 戏曲就是以歌舞说故事 那其实这里也有歌也有舞 只不过是这个歌和舞 不是水秀和过去才子佳人那个 我们习惯了的《四公五法理》的 它跳出来了 彩蛋的这个 这个是最最经典的 我有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唱这一段 因为他们觉得快乐 对 那凯南这里我也挺高兴 你选了里头有两个曲子都是我的 包括你前面 实际上就是来自于《沙漠王子》里的伊犁 你到底在哪里 你说你个花旦你到底在哪里 我相信熟悉乐剧的观众 他是依然是听到了你 正弓正调的乐剧唱腔的 因为大龙本身 他作为导师他一定会带来不一样的东西 他用了一个小巧的脱口秀的这样的一个壳 装给了我们一个富有戏剧本质的一个乐剧小片段 所以我特别喜欢 我看了很快乐 这一段尽管时间不长 但是它既融入了歌又融入了戏曲 我们乐剧的本土的东西 最主要的让我看到了我们凯南身上 它潜在的那个喜剧性的东西能够激发出来 它可以有更大的空间 我们的小彩蛋 今天跟凯南一进一动 结合在一起 真的是相得益彰 谢谢方老师 在这我们请教一下郭宇老师 今天脱口秀和戏曲的结合 您的观感如何 跟他们一样吗 这个节目倒是给我们很有意外 就是有什么样的导师就有什么样的节目 体现在这一点 我觉得这是一种尝试 我觉得从乐剧远远来说 我们除了要正正规规 认认真正地演传统大戏 我们要利用好这种现代传媒的方式 用更多的戏曲的元素 融入到这种现代传媒的舞台上 去推广自己 也是推广演员 吸引更多的粉丝和观众 回到舞台上 来看他们真正的乐剧的表演 谢谢您老师 黄老师 跟真老师合作 恐怕对您来讲 比较其他几位老师工作量大不少 你看 全是原创 全是创新 是不是挺累的 非常累 是吧 是不是已经把我拉黑了 对 绝对拉黑 因为我跟不上他的节奏 但是我觉得真的 这个 其实他们这两位演员 都是非常好的乐剧演员 而且今天我觉得 他们俩配合得特别好 而且就是 凯南今天特别放松 我们的小彩蛋就更别说了 每排一次我们都开心得不得了 祝贺你们 谢谢黄老师 谢谢黄老师 咱们请凯南跟三威自己也跟大家说说好吗 我来说吧 来 他是忧郁王子 因为我们彩蛋老蛋这个行当的问题 就是我们一直是刊当绿叶的 从来没有在 也不能说从来没有 就是基本上80%都是大戏是排不到我们老蛋老神这种 但是我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 姐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 我今天就是主角 我就是有主角光环的 然后我就非常感谢大龙老师能够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演这个 因为他这个节目其实是非常多元化的东西 他融入了我们流行音乐 还有rap 我从来没有讲过rap 没事 您说的特别好 一点问题没有 特别好 大龙老师说 一个演员的潜力是挖掘出来的 我感觉我这次被我们大龙老师挖出来了 就是我这个释放了我这小小的身体有大能量 大家给我投票哦 好可爱 凯南 其实我就是排这个戏我是有一个小插曲的 就是我在前两天彩排的时候我破防了 就是我心里的那道防线崩溃了 我是那种生活上比较慢性子的人 但是在专业上面如果说有一点问题我就会很激糟很急 但是越急我就越解决不了 然后我后来就是有一次在真实排练的时候我就在台上绷不住了 我说不好意思大家让我缓一缓 然后整个导演组 包括大龙老师 大龙老师后来一个人上来就是到后面安慰我 安慰了我很久 开导了我很久 帮我打开心扉 我后来终于就是解放天性了 看出来了 所以说我是其实很感谢各位导演组的成员 包括大龙老师还有黄运老师 谢谢你们这么包容我 然后也一直鼓励我 特别好 我觉得就这次呈现会帮助你拓宽 拓宽很多你的眼界 和你曾经认知是觉得百分之百正确的那些理念 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好演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你的路会越走越远 我祝福你 谢谢各位 你们的表演非常精彩 但最后根据规则只能有一个胜者 现在我们把刚刚那一组的表演 所有的演员再次请回舞台 欢迎之前梁山博与朱英海选段的五位演员也回到舞台上 现场拥有点赞权利的所有观众们 请开始点赞 最后五秒 四 三 二 一 谢谢各位 时间到了 当然 这还不是最后的成绩 还要加上各位评审团老师的意见 各位老师 请 开始 投票 我们看到在专业评审和媒体评审这一边 陶灰宾老师应该获得了更多的选择 我们请第三排的媒体老师吧 我其实是全程以母校看完你们的表演的 我太喜欢了 然后我觉得你们那么俊美的扮相 那么 弯转动听的唱腔 那么 生动有气的形象 一定要让更多人知道 加油 未来可惜 谢谢您 所以您支持的是陶灰宾老师的团队 是的 谢谢 因为两组刚好一个是很好的传承 另外一个就是很好的创新 在郑云龙老师的这一个团队当中 虽然说听到的那个乐剧的唱腔非常少 但是只要他们一亮嗓 只要我们听到那个乐剧的唱腔 我们知道这个味儿是非常纯正的 谢谢您的分享 感谢 现在 公布结果 这一轮 郑云龙老师团队 大众评审点赞数 一百二十二个 媒体级专业评审点赞数 五十个 最终点赞数 一百七十二个蛋 这一轮 陶灰宾老师团队 大众评审点赞数 七十三个 媒体级专业评审点赞数 这一轮 陶灰宾老师团队 最终点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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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轮 陶灰宾老师团队 大众评审点赞数 七十三个 媒体级专业评审点赞数 一百五十个 总点赞数 两百二十三个 这一轮 陶灰宾老师团队 这一轮最终点赞数 最终点赞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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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老师战队的追逐的 所有的学员们 再次祝贺你们 恭喜你们 谢谢 再祝贺你们啊 太好了 我们要跟大家说了吗 作为这一轮的获胜的团队 哪一位作为代表 没有了 刚才说太多话了 现在不能说 好吧 就让我们来期待 他们下一场的表演 再次祝贺你们 恭喜你们 咱们再为他们鼓鼓掌好吧 谢谢 谢谢凯南 谢谢三位 仍然是女王 仍然是王 但是谢谢你们 是跟所有的老师们告别吧 特别的 特别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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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棒 非常棒 凯南 继续加油 凯南 嘿嘿嘿嘿 加油 你不要哭啊 很棒的 你很棒的好吧 我天哪 我哭了 我哭了 不哭不哭 宝贝不哭啊 不哭不哭 你挺棒的 也就是女王 仍然祝贺你们 你们仍然获得了 越运之心的称号 谢谢你们 有人会接受我们这种情绪 也有人会不接受我们这种情绪 也有人会不接受我们这种情绪 是很正常的我觉得 有点失落吧 我的心情 但是没关系 路还很远 路还很长 我会不忘初心 然后继续前行 追着我的乐剧梦 加油 绍兴小百花他们真的特别的给力 收获好多好多啊 真的很感谢 终于比完了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 就是给自己做顿好吃的 放松一下 生哥生哥 我在 你说 打开爆炒 风量已调整了 很智能 打开爆炒之后 一点油盐味都闻不到了 定时五分钟就好了 什么都不用管 嗯 太智能了 以后小凤姐他们要是来温州 也可以好好招待他们 请他们吃海鲜堡 我的拿手菜海鲜堡出炉 至此两个跨界导师团队 顺利完成了第二阶段的全部切磋 接下来他们终于卸下压力 和所有的观众一样 翘首以待 两位专业导师团队的精彩切磋 像毛毛啊 像方老师他们就是一直坚持 在乐剧的舞台上嘛 从小到大看到了更多的乐剧表演 比较多的乐剧表演 都是毛维尔老师的 他的作品呈现的一定会非常精彩 她们是乐剧舞台上相互成就的好搭档 接着的影音乐饭会 是什么 也是红色转椅上妙语莲珠的姐妹花 我跟你讲 你今天不要选你们家毛老师了 因为毛老师你天天跟着的 有啥好选的 停了 你别说我了 我知道了 眼睛里面出花了 出花 我希望在我的团队里 能够有一个特别棒的许派小学 你别说了 这个不是你的菜 是我的 导师团队切磋 第二场他们从观众变成对手 专业的话一定是跟雅芬这儿通畅的 肯定是会最最激励和尖锐的 因为我觉得导师都是非常优秀的 各自会拿出各自的作品来 两枪相遇 他们将带着各自的学员 开始一段 怎样的乐剧聊夜之旅 一马 毛老师 毛老师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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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睡得很好 是吧 这院子好漂亮 是的 这是石榴 对 对 百年乐剧 千年之路 唐诗水上源头在这儿 万年小黄山 这么一个山清水秀人节地震的地方 所以才会出乐剧 我当时就在想 将来老了在这儿弄一个房子 养养老 然后唱唱乐剧 相当完美 一个陈丽丁 一个李云霄 还有一个张亚洲 两个小生 一个蛋卷 都是极棒的 但是你让他三个人放在一起 有这样的现成的乐剧的剧目吗 没有 还有我还有两个老生 这两个老生怎么组合呢 所以那真的不是在考学员了 我这会儿我觉得是在考导师了 三个不同的作品 我是有与会的 我在我这个舞台可能我需要就是室内的 那个我可能需要一点点华音老枪式的 那个我是需要一个 我们定位为叫赛博吧 就是未来乐剧 挑战一下 挑战一下啊 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 我努力的想一想看看能不能让他们以最佳的这种状态能够去呈现 我现在也不是心里还不是特别有谱 我们对战的是毛老师吗 好刺激 天呐 好有压力 好有压力 人家还觉得有压力呢 张爱佳是你的同学 对 是我们的同学 对 派你去做一个卧底 打探 看他们排的怎么样 对吧 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 百胜 不管是任何一组 我希望大家各个演员都非常的出彩 嗯 但是我们呢 更出胎 自己家的孩子各个都好 他们年轻演员可能也就是想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学到更好的 学到了就是赚到了 不一定会胜出 但是我们努力去做好它 没关系 放马过来吧 我是不是要用密谋的神态进去 嗯 这个非职业组呢 肯定我们就是第一组先出来的 嗯 那么这个双胞胎 然后这两组专业组的呢 我考虑呢是先出这一组 没关系 都可以 就按照这个顺序来呗 不管怎么样 总归是有人走有人留 但是我当然希望我的团队都能够留 我的战队大概就是这样来排列 加油 女士们先生们为各位介绍今晚的对战老师 方亚芬老师 还有我们的毛维涛老师 请于是为各位介绍我们的五位专业评审 陈国良 郭云 郭云 曹铁福 杨晓卿老师 张志宏老师 当然还有我们十五位媒体评审老师和一百九十九位的大众评审 谢谢你们来到现场 现在我宣布第二轮导师团队切磋 毛维涛导师团队对阵 方亚芬导师团队正式开始 双方团队的第一轮切磋 第一组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两个团队的非职业组学员的切磋 由毛维涛导师团队的陈元娜 谢江慧和卢孝田对阵 方亚芬导师团队的双胞胎姐妹陈子欣和陈可欣 首先表演的将会是陈子欣和陈可欣 他们即将带来的是经典乐剧《红楼梦》中独膝香一辙 这是个新的就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的一个剧目 真正演起来是第一次 我之前演的角色都是偏那种活泼的那种小花旦的类型 得知我还要演林妹妹我就非常的震惊 让我演林黛玉还是唱王派 天呐这我该怎么演啊 就跟方老师打视频啊方老师怎么办 天上雕下姑娘妹妹 不要看到她是姐姐 你要看到她是贾宝玉 你们俩太熟了看到以后就 天上雕下姑娘妹妹是这样的 要看到以后要这种感觉 哪里看到过的 就这么过去 看到她你给她这眼神 她这么眼神也有了对不对 感觉就是一下子心里有底了 找人物找得更加准确了可能 之前还有点摸不着头脑 方老师就很耐心 对我们很像幼儿园老师一样 我现在像小学生老师 在提问一样的 看到了呀 看到了以后你说 你看我们小孩子看到好看的东西 是不是我要 很好呀 这样不是很好看吗 小眼神变起来多好啊 看了以后再回来看到没 小朋友们跟她排戏的时候 要用她们懂的东西 让她们去接受 她们就会说 哦原来是这样的啊 好我们内心空白 就填满了 对填满了 调到之后我就一下子就是 感觉把自己的 那个不对的地方掰正了 好稳住 你要是宽利 利吧 一不需要 起零 全力以赴吧 我们就是 我们会坦然接受 对 我不会哭的 我也不会哭的 姐姐不会哭的 演员就位 表演 开始 唱唱歌 《海啤红梦》 虽未尽作 却自未 逢月即映楼 层层 美护天 伤外似 几雕碎 四千一宗 四千一宗 因此三年才在外出 暴雨的红 好难忘 天草 雕像 美眉 四千一宗 青云高 测岁 直到他 活的草 恨 青梦 小人的 伯歌 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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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柚子 花草 碎 银红浩 美省一年 九三世气 山兵小宝 无闻 五岁 解释明思 瓦泪 胖心的恰似 青丝 四香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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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花草 草名 四香剂 我虚过头 今生我北地里 飘到太古山花 都便是这几年事 难得谁相信你苗次老 千藏四听 心能思 隐隐将 不隐隐分清 隐隐隐 藏四四 探饱多 三宝有几尘满彩寺 太年的金银满风雨 突进四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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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咦 你在这里做什么 啊 眼泪都在这里永远 这样一来呀 苦isan 算过 才鬼了你 哎 你去向我做什么 你不是不知道吗 最讨厌那些宽宫民 本顽切地发股稳赞 你问得这些你 不知那些书 那又是什么书你 不要在我们眼前弄归了 趁着 见过宽宽 好妹妹 见你宽宾是不怕的 你好得也不要告诉人了 正是好稳赞 你要是宽宽 你也买你不想 起零 谁想起 Zither Harp 啊 妹妹 我死供多岁多平生啊 你就是那清光清晨的梦 啊 哎呀 你的死地 啊 腹色八道 夢彩彩彩影子演出了雕像 好美妹 好美妹 好 明照君两目垫在这子子里 娘拉的女儿 帮我腾切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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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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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牛奶泪子骨 营养了天悲 谢谢 谢谢紫星 姐姐 可星 当然在这我们要特别感谢 来自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的助演演员们 先请方老师跟我们说说吧 盲选的时候 我就非常喜欢这一对双胞胎 还是在知涛老师的我们一起探讨下 觉得《红楼梦》的天上掉下铃妹妹跟毒西香 正好是他们是一对青梅竹马的 而且是一个他们这个年龄段的 所以说我要求他们不要刻意地去演 你们把你们最好的现在这个状态演出来就好 那妹妹呢原来她是唱吕派的比较多 那现在要唱王派 她觉得心里面一直有一个负担 她说老师我怕唱不好 我说就发挥你自己音色的特长 这个脆脆的柔柔的 跟那个林黛玉的形象非常地吻合 她后来就放下了包袱对吗 用自己最好的音色来体现了 很好 谢谢范老师 对 我也觉得就是非常地可爱 他们俩我就一直在 一直边看他们俩眼出边笑 我就感觉特别像 画里走出来的 对 然后那种可爱那种真实 好像有很多反应 他们俩本来是双胞胎 他们会有很多默契 就那个默契它不是编排出来的 会给人耳目一新的一种感觉 等多少年之后 他们也会变成成熟的眼睛 看到了很多希望感 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 然后编排上 刚才那个前面有加舞蹈啊 群舞 方老师可能有他的 别有用心的地方用途 包括丰富这个节目 我觉得做得特别好 我也很喜欢这个节目 谢谢郑老师 感谢你 谢谢郑老师 毛老师 请说您还去自探过军情 不 毛老师很关心的 哦 是吧 对 因为毛老师在杭州 我在上海 他去看了 还特意看了以后 还跟我发了信息 他说我去关心过了 你不在 我带你去关心了 真是友好的切磋 我内心其实我真的很想去看 就像我前面说的 其实我希望这次 我们是一个整体 大乐剧的一个展示 尤其是要展示 我们年轻的 未来的 这些接班人 这些好演员 好苗子 我就是当时跟子欣和可欣说 你们本来就是这个年龄的 演的这个年龄的角色 所以你们不要去装小孩 你们本来就是个孩子 跟他们的年龄是一样的 那么今天我感觉到 他们还是有很大的改进 表演还是很到位 我真的觉得 这个为我们小百花班 有这么一对双胞胎 有这么一对好的苗子 特别高兴 为他们今天的出色的表演 我也要给他们鼓掌 谢谢马维桃老师 谢谢张老师 志老师您跟我们说说 这一段的排练过程 对您来讲困难大吗 其实最难的调教是 自然的表演 因为他们太熟悉了 双胞胎呀 他们连点点滴滴都能感应的 但是宝带不一样 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最难最难的自然 所以昨天方老师是精心地给他们排演 我觉得他们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习到了 对吧 今天听到大家夸你们了 我看到比较高兴 在今天这个舞台上 你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把最真实的表演呈现出来 然后把人物疑解透彻 在表演上获得了更多 这一次来到这个好声音的舞台 真的是让我们就是见识到了很多厉害的哥哥姐姐们 就是同时认识到了我们自己还有很多空间 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 然后还有体验了一把 演喉咙梦是什么感觉 是的 因为这个戏它非常的经典 所以我们演这个戏还是 就是有一点点小压力 因为他自己演不好 要非常要感谢方老师 还有志老师 就是一直以来都对我们那么关照 还有我们班的 我们给我们班舞的同学们 真的就是学习到了特别多 团团几句还是能感受到双胞胎的神奇 行 让我们再次掌声送给他们好吧 谢谢 谢谢今天巨星可星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表演 这个就是以唱功为主体的 然后我会用一个类似于有点像室内剧那样的 其实这次我们三个的戏都是比较传统的戏 其实这次我们三个的戏都是比较传统的戏 我们三个角色是完全不搭嘎的 但是毛老师却用一种非常新颖的室内音乐的方式来编排 把三个剧目都连贯起来 把三个剧目都连贯起来 那现在我希望这个比重啊 就是每一个曲子都有一个比重 比方说姑娘啊 大大是多一点的 用乐队来跟我们演员进行融合 演员跟乐队在不是很默契的情况下进行表演是很难达到极致的 你看我说一二 任逢老师兄让你唱点 我这次演绎的角色是白蛇传里面的白蛇这个角色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演过仙女 它让我不要用那种传统的感觉 要用那种舞蹈的感觉 对我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压力 两位小朋友都是专业出生 所以只有我是白丁吧 所以呢压力比较大 本节目由中共盛州市委宣传部 盛州市文广旅游局特别支持 怕有烟就用森哥集成道 本节目由森哥集成道赞助播出 梦里桃园不复江南 本节目由盛州乐居小镇特别赞助 演员就位表演开始 本节目由森哥集成道赞助 细节目由森哥集成的 疯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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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齊子 七八重 美世 江城 远离东府 下山坠 出香气 风雨冬水 江城 云山 头终生 是无花祖旗 乱安城 以为是 夫长 夫世公伯 爱你 巧了 年风不弃 难爱哪世 为了你 沙山 放肆当心 为了你 沙山 为了你 沙山 放肆当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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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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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А giờ蔫小四十二恤 哼山 云山 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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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字架藏 此為我胸臟管靠 如映仙 奉扫明當天盡包上 接鴻阿芳 百路上千里昏昏 到此地 真心得病 是滿地所風光 快走一附身經過 想救你 過不得來你之間 與他阿芳 明花今阿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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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芳 阿芳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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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不妨用大提琴 我一下子觉得 按合了我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构思 我们称之为叫乐剧难调 但这个音色 其实我觉得还蛮舒服的 很有意境 因为它比较沉稳 带入到这个情境里 然后它所有的三个段落的衔接 是用表演去写接的 ek 而是这个戏步是个小声音乐的说明按照的演员 这个作品都是任宏老师的编曲 我们的掌声应该送给他 文亮老师 这个表演音乐编排上 您的意见是 我觉得这个音乐 非常好 而且难度高 它像全景一样 你稍微不留人 你就结巴了 你一定要时时刻刻 顶着你的骨子 也要时时刻刻 顶着你的过敏 因为它音乐到了 你就进去了 好 谢谢 我觉得这点感谢 谢谢 谢谢高雄老师 您看这《舞女败寿》 熟悉乐剧朋友都知道 是我们小百花的经典曲目 而且今天在座很多 当年都参与了 对吧 毛老师 陶老师 邵老师 当时都是小百花经典的 《舞女败寿》的参与者 其实《舞女败寿》当中 我是任养的那个 逆异女的这个夫婿 然后中间只是一场戏 一段唱腔 但是我没想到 这段凤汤的唱腔呢 被观众非常友好的奉为了 就是暖男的鼻祖 就是这个周四龙 叫小龙他们叫他 不是大龙 是小龙 我是舞女儿 最小的女儿 我刚才一直在算这个时间 我说我们是不是有三十多年了 对 毛毛 已经四十 对 快四十年了 快四十年 马上就要四十年了 对 我突然想到 好像我在舞台上 跟你也对过 我演过 也演过翠云是吧 对啊 对啊 我梦花着西藤上 金色方向上随隣 让我回忆起在小柏花的那个青葱岁月很美好 刚才听到那个周四龙在唱的时候 有一种亲切感 我在里头办大女戏 我那个时候 因为我是花旦演员 又是金剧改过来的 我就躲了个角落里 不让人家听到 因为我唱得不好 那个时候刚改过来嘛 老是谦虚 所以我的印象最深的 就是我们一个个都非常非常的刻苦 很珍惜这个团的组合 就印象最深的就这个 谢谢 谢谢您 少老师 谢谢 三位有什么想让大家聊的吗 我首先要特别感谢一下 毛维涛老师 支涛院长 还有所有的乐队的老师 然后老师们在排练的时候 也是夜以继日 就是特别感谢 然后我特别幸运地 能加入毛老师的战队 很感谢所有的老师 就是很感谢 我觉得来一趟就已经很满足了 但是没有想到能够走进 毛老师的战队 感谢毛老师 就是说对我们北方的乐剧飘游的 一个包容和鼓励吧 谢谢 谢谢 刚接到这个角色 我压力还蛮大的 因为白色这个角色吧 是那种仙气飘飘的感觉 然后毛老师就很耐心 包括志涛老师 就是教我怎么去当一个神仙 因为我个子小嘛 然后毛老师说 没关系的 你个子小 你可以想象把自己拎起来 想象把自己 成功了吗 我感觉还是成功了一点 感受到自己长高了 对 感受到自己长高了 感谢毛老师 谢谢 谢谢田田 谢谢 那么现在我们要进行 第一轮切磋的点赞选择 请上发安凡老师团队的两位演员 回到舞台 请 第一组 非专专业组切磋表演部分已经全部完成了 在各位正式做选择之前 两位老师 现在是你们的拉票时间 你们已经完成了今天所期望的自己 也已经感觉到是吗 我想观众们肯定也会喜欢你们的 好的 谢谢方老师 肯定会喜欢他们的 来 毛老师 哎呀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把这个权力交给观众和我们的评审团老师吧 好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199位拥有点赞权力的朋友 现在请你们为我们做出决定 各位请开始选择 谢谢各位 各位老师 您支持哪个战队的表演 请举起相对应导师战队的战牌 各位开始投票 谢谢各位 我们看到选择毛卫涛老师团队的更加多一些 当然也有不少选择了方晓芬老师团队 谢谢大家 杨老师 您给我们选择您为什么做了这个决定 因为这两位是小百花的代班学生 我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大的这个一个掌镜的空间 谢谢老师 谢谢您的意见 谢谢 我们现在来看到我们已经捧继完成了 你看他们说胜负不重要 但是拿上信封的时候 所有的眼睛 迅速转向信封 还是很在意 毕竟作为表演者 希望得到更多的掌声 为各位公布结果 公布结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东方 有一种美 千万年文化途径 总有人去描摹 阳阳阳滑下 哦 哦 谢谢大家